成为队景被称为薛少加速队曾经的王者,原则他先曾经的冠军,面向神坛阿甲的青春。 天罗邀过华马的老麦,这些都成为队景。 不管怎么让这些都与恶城过去,华马球队肯定还是需要重建的。 所有人力是属于阿甲特斯的。 霍尔图瓦的乐剧阿甲的狂欢人人的保守,很少在我们看到精彩的队光战, 人在少知欧冠赛场上更是少知,即使这个四季来了全力总裁C罗, 身为球迷十分不过敏。 欧洲冠军杯首龙游人图思在客场0比2干净力量的需给的马德鲁进去。 回答者场能否以2比0胜至3比0痛心马德鲁进去呢? 目前这个赛季的欧冠人最大的比分就是3比0者场击到过年轻人。 马选可不是像年轻人一样的菜鸟啊。 和那次骂冠冠不限马德鲁竞技最近一波三连胜。 三场三名分类对手,可见防守和进攻,都相当出色。 之前失利的莫拉塔,也找到了自己的冲天。 这样的马逼,得给游人的机会有多大。 莫拉在一春天井看下图,也许能告诉你什么。 2018年,西班尤皇城游人去年的恩贵首回合名比三在主场暴躲了黄满。 是的,是黄满,是西班牙的黄满,是去年最终得账的那只黄满,是拥有C罗的那只黄满。 回到黄满一球场,德鸟展开进攻,最终在客场拿下三球。 西鸟总比三次比三膝败。 最近德鸟打起进攻来,还是全力无限了。 这次换满了马进,还是西班牙的球队,任度冠军先带C马进。 德鸟是没有退路的,还是这一次是在主场。 高贾克斯给游人上了一课,高出狼才是王导,才有机会拿到胜利。 我认为游人在主场关盘,比分就定格在2比0,3比0,我认为游人能做到。 你说呢?欢迎大家一起聚恋。